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一下 在TaxLink里面远程操作 比较麻烦的几个地方 我把它叫做麻烦榜 麻烦的拍行榜 第一个比如说 我们这个像新泽西 新泽西州它是可以远程操作 能在中国 也可以参加新泽西的拍卖 但是拍赢了之后呢 它比较麻烦 赢了之后 你要把这个TaxLink 要寄到它的County政府那边去 然后呢 他们County给你登记 登完寄了 再给你寄回来 或者怎么样 然后你再把这个登记的证据 大概再要寄到 什么政府那边去 就是说要寄来寄去 这个东西 你能不在美国 你在美国那边买了一个 虚拟的地址 那是可以的 虚拟地址 就是这个信箱服务商 它也可以帮你寄 但是你说我里面的第二张 第三张抽出来 寄到一个地方 第一张 第五张抽出来 寄到另一个地方 然后 那就不太能弄了 而且你万一里面有些东西 要填填表格什么的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 这个就是我收到的 那个新州西州 这个叫 Hillsboro Township 它寄给我的 寄给我的 这个是寄到我这个美国的地址 寄到美国地址之后呢 我能在中国吗 当然了 我收到之后 人家帮我拍照也拍了 我就看了一下 它上面说 就是讲 因为新泽西州的规定是这样的 法律规定就是说 要这个hold 就是tax令的持有人就是我 我要把这个tax令的证书要记录 要登记 做登记 登记呢 要把它发到这个 这个county的政府这个地方去 发到county那边去 你看它还要登记 然后有可能还要什么 还要这个 还要还要这个 寄到这个地方 然后几月几号寄过去 寄过去之后还要 做做一些什么 付钱啊什么的 可能登记费用啊什么的 挺啰嗦的这个事情 因为它这后面还有几个东西 还有这个单子啊 它可能要你寄过去的 应该就是这张纸头 应该是这张 这张应该是原件 他说你要寄个copy给他 是不是要把这个复印一下 复印一下之后 然后这个反面还有一个表格 啊这个表格是要填还是不填 这个也挺 这个应该是 呃这个是 这个这里面东西还挺挺挺挺麻烦的 总之啊 我我就说一下这个事情挺麻烦 啊因为有些东西可能要寄过去啊 还要填啊什么的 因为你能在这边也不太好操作 寄的话 简单的转寄一下可以 如果寄过去还要填什么东西 还要这张纸寄那张纸不寄 还要分开来 这就挺啰嗦的啊 就说一下这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新泽西州啊 拍是可以拍可以在线拍 但是拍到了之后 你要这个东西寄来寄去 还去登记啊 挺麻烦 而且这个美国这边寄一下 可能就有十个美元 寄一下十个美元 你有时候拍了一个便宜的 你赚也赚不到十个美元 都花在这个邮费上了啊 好 第二个就是讲这个伊利诺伊州 这个芝加哥地区的 有一个叫Cork County 这个地方呢 他说是 是你可以以公司名义参加 但是他以公司名义参加 他还是要 还是要一个个人的SSN 要个人的SSN 他为什么要个人SSN呢 就是说他所谓的说 是一个线上的拍卖 但是线上拍卖的最后一步 你点那个提交的按钮 这个按钮 你要到现场的电脑上去按 你就不能通过英特网 在家里去按这个按钮 你要到现场 这个伊利诺伊州的Cork County 现场他们那边有电脑 要到他们的电脑上去按一下 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去呢 你必须这个去按的这个人 必须要有这个社会安全号 事先登记好之后 然后这个人到现场的电脑上 去按那个按钮 他这个其实明明可以做成 完全现象 他就是故意刁难你啊 故意说你必须要到我到现场来跑一趟 那么这个就是你远程操作也麻烦 你能在中国 你怎么去跑过去按一下这个按钮 而且这个人还要有这个社会安全号 有登记 而且登记了这个人 一个人只能登记一个地方 你说那一个人去替十个人按按钮 那就不行 他一个人只能绑定一个 所以他这个故意就是设了一些限制啊 当然了 如果这个芝加哥这个Cook County这个地方 标地有很多 标地三万多个 标地是非常非常多 我觉得这个地区应该也不错 但就是这个限制啊 你怎么去 怎么到现场去按那个电脑上的按钮 这是要解决的问题 好 还有一个就是印第安那走 印第安那走 我们之前讲过了 我们把这里在所有的在 在笼统的在 在列出来啊 反正麻烦的这些地方 印第安那走呢 我是作为一个外州公司 我这个公司不是注册在印第安那 外州的公司 外州公司呢 你必须还要提交这个公司负责人的这个ITIN 或者说也就是公司负责人的这个税号 或者SSN ITIN 如果你没有这个ITIN 那你这外州的公司就不能注册 不能注册就不能参加拍卖 这是印第安那走 那么如果你能在美国那就好办了 有SSN有ITIN那就好办 没有的话就挺麻烦的 这也是麻烦 还有一个就是 田纳西州 田纳西州 它每个county 它不同的county用的 拍卖的地 拍卖的这个网站还不一样 不同的county 它规定还不一样 比如像这个 Montagomori County 它说是只能用cashier check和这个money order来支付 那么我能在中国这也不好操作 cashier check就是现金支票 然后也不是一般的支票 一般的支票是我以上面title这个名字写的是我公司 它是要求还是要cashier check 还有money order 你不在那边你没办法去买 要去买这个cashier check 然后再给它发过去这个挺麻烦的 然后在中国也不好弄 然后就是这个密苏里州 密苏里州的话 它就是很简单 外州人无法直接参加拍卖 必须要由一个本州人做代理才能拍 它也是排外政策 就是你必须是本州的人 住在本州的人 才有资格 我根本都不住在那边 肯定就不能参加 除非你要本州的人代理拍 代理拍的话 这里面也有麻烦的 这个代理拍了 拍了到时候算是算谁的 这个钱啊算谁的 拍了这个产权啊 这个link算谁的是吧 然后好 然后还有这个密西西比州 密西西比州的许多的county 它名义上是讲是一个线上拍卖 网上拍卖 但是呢 它要求你参加网上拍卖之前 你要把这个空白支票 和这个银行证明 要给到他们的政府办公室 你亲自送过去也可以 或者你给他寄过去 这也挺麻烦的啊 这个我 我这边也没有这个空白支票 我这个一些东西 一些网上银行 它也没有空白支票给你 所以 而且还有这些东西 还要寄过去 所以也不太好操作 如果你遇到的 类似的这些地区 如果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或者你有操作过 有经验 也欢迎大家跟我一起交流吧 这就是在这个 所谓的一些地区 名义上 表面上是可以 通过互联网 来在网上远程拍卖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会有各种各样的 这个麻烦的事情 麻烦的地方 有的在注册的环节 卡你一下 有的在付钱的环节 卡你一下 有的呢 付完钱了之后 你拿到了之后 还要怎么登记 还要登记 寄过来寄过去 还要去做登记 好吧 今天就分享这些 欢迎大家多交流吧 如果有遇到类似问题 或者说 你有一个解决办法的 你这个问题说 汪先生 我可以帮你解决什么的 也可以大家多交流 好 谢谢 拜拜